RecorSense在查詢的時候用的到 可是其實在那個 我們就是在新增的時候是用不到 因為除非說你還要再把它查回來 才會用到RecorSense 所以這一行基本上應該可以 可以把它刪掉沒有關係 RecorSense我印象中應該是可以不需要用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 這邊也是這樣執行 所以如果說將來這邊這一行不過的話 那應該是這個地方有問題 所以你要檢查一下 你的路徑對不對 然後還有你的檔名對不對 OK那再來的話多一個Seqo 那其實 最難的應該是組這一串 因為這一串太長了 但是各位也不用害怕 只要你了解它的觀念 它的觀念就是Insert into 然後呢後面一定是加一個什麼 資料表的名稱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有錯 你要檢查一下 你的資料表名稱對不對 你的欄位名稱對不對 那欄位名稱 我們有五個欄位 所以 因為我是用複製貼上的 所以 基本上呢會跟那個是一樣的 然後後面的話呢 我就加一個Values 那Values前面這邊也要一個空白 你不要把它加串在一起 如果這邊之前也很容易少一個空白的話 那也會有產生錯 那Values就是後面的詞加一個空白 刮圖裡面就放我們要放的資料 因為都是數字的話比較單純 然後把它串接在一起 那再來這一行沒問題 串接再到這邊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把Seql串接起來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Seql的語法就在這裡 不過現在 游標放在Seql上面 它會出現 可是因為呢 游標放著 這個範圍不夠 所以如果今天 假如怎麼樣呢 你想要 完全了解 看到Seql裡面的值的話 交過一個方式 就是說你可以從檢視裡面有一個叫做 即時運算視窗 那即時運算視窗 我的習慣這樣 以前我們撰寫程式 我如果要把Seql裡面的全部的自傳 因為我還沒執行嘛 在這個地方才去丟給 丟給什麼 丟給那個Connection去幫我 再傳給SS幫我查詢 那我還沒執行 我怕可能會有錯的話 那我想要把Seql把它秀出來 我可以在即時運算室中按一個問號 問號就是輸出的意思 輸出什麼呢 輸出SQL這個變數裡面的值 按Enter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幫我把這一 我煮出來的 這到底裡面 這個裡面這麼長一串 到底裡面放的是什麼呢 哦原來是這樣 音色音度你檢查一下 中間加個空白 防貸然後五個欄位 然後前後 Values前後再加空白 我記得是Values加S 然後面的話加上什麼 加上三個資料 一 五個資料 一 二 三 四 五 那中間一定要加豆點 結構 多一個少一個都不行 這個要非常嚴謹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完全沒有錯誤的話有沒有 你就可以 是 我現在看到一個派遣的 那些派遣的